在一个遥远的时代 东方智者以利亚站在人群中央 她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向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大教派的信徒们 抛出了一个个尖锐的问题 信徒们面面相去 他们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而那些神学家和牧师们则脸色骤变 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 匆忙便捡道 我们都上了神学院 我们有服侍经历 我们也一直在行善基督 以利亚冷笑一声 大声说道 你们这些凭据谁都可以模仿 那到底怎样才能知道 哪一个掌门人是上帝差遣 他的目光如炬 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此时人群中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在思考着以利亚的话 以利亚接着说道 摩西被上帝差遣 以色列提出四大非人为的凭据 上帝差遣你们的使命是什么 买一位先知作为你们的见证人 你们有什么神迹能平均 又是否有上帝的圣旨 各大教派的牧师们听到这些内心充满了恐惧 他们深知以利亚的话语一旦传播开来 他们的教派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于是 他们暗中联合政府势力 决定追杀以利亚 绝不允许他的四大凭据传播于世 以利亚得着他们的阴谋 开始了四处逃亡的生活 他一路躲避追杀 却从未放弃传播真理 在逃亡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被以利亚的勇气和智慧所打动 纷纷跟随他 以利亚带领着他们 在各个城镇和乡村 传播着上帝分辨受高者的真正方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 开始质疑那些教派的权威 然而 追杀他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以利亚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但他坚信 真理终将战胜了一切 在一次激烈的追逐中 以利亚和他的追随者们 被逼到了一座悬崖边 眼看敌人就要围上来 以利亚却突然感受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 他抬头望向天空 仿佛看到了上帝的执意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以利亚的身上 散发出耀脸的光芒 他展现出了惊人的神迹意味 那些追杀他的人 被这光芒吓得连连后退 最终 以利亚凭借着坚定的信念 和上帝赋予的力量 成功摆脱了追杀 他的四大凭据 也在世间广泛传播 让更多的人 找到了真正的信仰之内